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 《日日好生活》 我是Tassie 我是Suki 我是Kinky 我是Dolophy 又到了《日日好生活》的时间 看了这么多集 是不是我们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开心呢 当然不需要和我们分开 大家觉得我们一帮又有活力 又年轻的主持人 主持的节目主持得点呢? 如果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又或者想参加我们的大家庭 可以登入以下的网址 mc.apus510.com.hk 当然要上来我们的网址 下载我们的报名表格 参加我们的主持人大赛 如果大家想收看我们的节目 除了BBTV510 还有我们的网址 www.apus510.com.hk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用你的手机 iPhone 下载我们的apps 就可以常常连着我们 说了这么久 又是时候说说 我们的《日日后生活》 有什么好生活 可以介绍给大家 首先我 会带大家认识我的好朋友 他是一个摄影专家 会带很多美照 和好的心得 分享给大家 除此之外 我霸了多多个喂食鬼的位置 会带大家去全班吃串销 越来越好吃的东西 当然是我说 我都不收拾 除了你带她来吃串销 我还带她来吃串销 我还带她来吃串销 又滋阴又阳 听闻的女士 当然要坐定收睇 吃完串销 当然要减肥 我和Tessie 还带了我们的好朋友 教大家打拳 讲一下泰拳的心得 和讲一下她的经历 吃pizza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吃 但待会我会介绍一间pizza店 她在中国的pizza大赛里面 拿过第一和第二名 我还和多多和Tessie试过 我还会为大家介绍一间 很有特色的精品电王 想知道它有多有特色 千万别错过 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澳门游一游 讲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不过 这个时间我们要讲一下 本周好介绍 本周好介绍 五年咸檸檬物 全港首创 紫刺一家 850克的五年咸檸檬物 下火、下气、化痰止咳 对喉咙总统很有帮助 现在都只是买148元一支 APUS的观众 还可以得到买五送一优惠 想得到这个优惠? 只要电邮各下的姓名 联络电话 身份证号码 和地址 到joyboldday at apus510.com.hk 电邮请著名是 撒取五年咸檸檬物优惠 机会难复 快点发电邮来吧 你的饮食习惯 是不是够均衡呢? 你有没有担心 营养吸收不够呢? 现在APUS的观众 可以免费享用 价值480元的 PhD营养基本咨询服务一次 服务包括 检查脂肪比率 测试你的身陈代謝 和检验你的心血管 是否正常健康 查清楚你的身体状况 健康自然手到拿来 观众要得到这个优惠 只要电邮隔下的姓名 聯絡电话 身份证号码 和地址到 joyfulday at apus510.com.hk 电邮请著名是 撒取PhD營养基本咨询服务优惠 名额20个 优惠期到2月28日 不要有疑了 快点发电邮来拿优惠吧 好 风痛笑 专字肌肉算痛 颈紧肥痛 运动创伤 扭伤 每盒都只买69元 今天APUS的观众购买 还可以有9折优惠 第二件货品起近2005折出售 买两件还送价值30元的池边贴一盒 观众只要电邮各下的姓名 聯絡电话 身份证号码 和地址 到 joyfulday at apus510.com.hk 电邮请著名是 撒取静态风痛笑优惠 因为期到2月28日 想不打针 不吃药 就可以解决经络渗透疼 就立刻发电邮来吧 每周好介绍 哇 你看这张多漂亮 你看你像个弄髒的样子 当然不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的 喂 你带我看 什么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我事 你在这里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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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脱底吗 我不是在这里 你不是跑了去 我没有跑了去 你的脚在这里 不是 那天 那天你明明跟我说 你别再说这些 我们很生气 很生气 拿来看看 不给看 不给啊 为什么不给我看 为什么要给你看 你和你男朋友的照片 你也看过 那我男朋友也不是你拍男朋友 你那么紧张 你和你女朋友的照片 你也看过了 不是 不拿啊 不拿啊 其实是阿珍没有穿衣的照片 真的吗 你是不是想看 不是吧 是啊 是阿珍没有穿衣的 他也没试过洗澡 是啊 你穿衣是洗澡的 臭臭 哎呀 告诉他听 算了 哎呀 只不过我怕告诉他 他哩哩乱 我怕他不开心后悔 看一元的披萨那么大 你知道我们今 披萨? 披萨 是啊 我记得了 那天 是啊 那天你看到价钱牌 然后一声就走了 哇 好贵啊 一元整个披萨那么大 然后走了 哎呀 一眼还发光才明明 对啊 变成了浅浅浅浅的 我们帮你眼睛上去就走了 说这么多干什么 让我看看 哎呀 这张这么小你哪里看到 我们放了电脑给你看 是啊 放大了给你看 快点 你看 那天 我吃完之后还打包了回来 不过我特意不让你吃 那间New York Pizza Delivery 真的很棒 我们还可以自己做 鬼叫你看到那一元整个披萨那么大 这个不是Kinky 是啊 人家就没你这样了 我们一叫他马上到 不是吧 撑我的位置 是啊 你自己早了 鬼叫你自己不做 就是 喂 你也有拍张照 不过你做得太快 拍了一张也算是这样 你一元都没给的 你那一元整个披萨那么大 但是那里的披萨真的很好吃 浪费了 现在 去我浪费了 明明就是了 这也不要紧 那天我和Tess在减肥 吃过披萨一点都不油腍腍的 是啊 它又健康又好吃 你知不知道 它还是全中国的披萨大赛冠军 还有 我知道 但是你走了 为什么会不预讨我 你自己走了 我 还有那天的披萨很足够 我加了很多你喜欢吃的菠萝 鸡肉 洋葱 还有很多芝士 300g的芝士 很多东西 我后来还做了个鸡 我们又有海鲜批锅 挺好吃 还有BBQ酱 幸好我们也有拍了一些照片给你看 不是的 我们没有那么坏 让你看梅子壳 看你今晚还能不能睡 你们在做什么 没有 老师也在教我们做薄薄 是吗 在计算什么材料 那时候在计算 食物的芝士 要多少 份量是多少 还有放些什么材料 你看他教我们 首先塗薄薄酱的底部 原来很多技巧 多多 还有很多汁 这些是BBQ 还有另外有水牛承酱 等等也很多 是啊 你懂不懂的 多多 我不懂 你懂不懂的 Tessie 是不是这样做的 珍珍 比你只会吃咸鱼和白饭 我们会做薄薄的 都很好吃 其实 你看Kinky多聰明 他会自己塗 他帮我们塗的 对啊 他真的挺聰明 是啊 我带Kinky去 下次他又不会看到一元吃薄薄的 而且不用像珍珍 你这么斜手斜脚 就是 你刚才眼镜片 滴在薄薄上 拿去焗 你没有眼镜戴 你今晚不用自意在睡 为什么 但是如果我不在睡 喂 你们在那裹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番茄 不是番茄 是洋葱 是吗 洋葱不是这边的 是吗 好像是 太多料了 我都不记得了 而且这个是菠萝 你最喜欢吃的 对啊 很有趣的 菠萝要我们拿干水 然后才放进去 我就不错了 我拿到一瓶子 拿干? 拿干? 对啊 拿干水 我们才放在薄薄上 嗯 你还要弄了很多菠萝 让老闆说我们没有办法 你们都很开心 我看她真的很开心 虽然我们几个女孩少下厨 但是也做得很漂亮 而且有大师傅在旁边看着 不会怕有危险 而且做出来一定是品质的保证 是啊 黄色的是什么 芝士 哇 好棒啊 我想真的在这里 整个生吃都会 好吃 而且她说 这个薄薄的底 它拆开了 和转开了 转开了 半个小时之内 一定要放进爐 保证它的品质 这个爐很厉害 它说比较贵的 它一路过 六分多钟 就已经可以整个薄薄烤好 对啊 而且你可以看着它全程 它有一条转转 多多 你现在拿着的是什么 是薄薄的边 很厉害 好像阿珍你的鼻水 不是啊 像我家的衣服 不是啊 你的鼻涕虫表哥就是这样的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心芯披萨 对啊 送给我的吗 对啊 送给你的朋友 我的男朋友 我男朋友的 你看一下 我们又在这里拿菠萝 你看多多的样子 多甜蜜 多甜蜜 好像很有心思 是啊 我真的这么大女儿 第一次见心芯的披萨 珍珍 你喜欢吗 我喜欢 好啊 那你看一下 Kiki在做什么 Kiki 在下的肉 对啊 在下的肉片 她说这些肉放在面上 因为它有油分 好像汗那些烟肉一样 就会令到那些薄薄 整个薄薄都香一点 哇 你们就好了 做心形薄薄 是啊 我发觉原来Kiki做东西很棒的 她还一个人帮我们扫油边 是啊 不过想想想 幸好那天珍珍你不在 为什么 不是 抢上东西来吃 而且扯手扯腳 我也不知道做不做成的 那你只能跟Kiki做朋友 你不用说真的 那也不是 有时候找你摄下时间也要的 不是啊 你知道我们爱你的 不过你知道的 没有粉你吃了 对啊 没粉你吃的了 鬼叫你一元吃的薄薄 那么大吗 你今晚是吃蒲菲菲 也好啊 拍照给Kiki看就可以了 等我去吃 那里是哪里 不要告诉她 告诉她 我们还有拍了吃东西的照片 是啊 最后面等你看完才说的 嗯 那还有什么要看啊 还有我们吃东西的照片 你看 原来她切薄薄 不是用刀切的 是用一个圆形的弯刀 很搞笑的 不过很重 我不够力 最后面都要她们再切多一次 是啊 她在那里假装切 其实她没有切到 我切了半 哇 你在这里切什么呢 哇 很好吃的 叫什么名字 这个好像是蛋黄酱 不是 千岛 千岛 她说我们喜欢吃千岛酱 她给我们这个 我也喜欢吃千岛酱 但是阿珍珍你没钱买 你看Kiki吃得多开心 Kiki叫我们特意拿给你看 我看到了 现在 大师傅教 原来吃薄薄 要吃了边 然后才由中间吃进去 嗯 这种品质保证 还有这种技巧 你不懂了阿珍 不想 你知不知道 本来我们真的可以打包 打包回来给你 因为大师傅还教了我们翻译的办法 但没办法 你那天都不知道出去了哪里买咸鱼 还是买什么 搞得我们忍不住又吃光了 我不是买咸鱼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到那个价钱就 噢 真真 我告诉你如何翻译 不如 好 师傅说 早上Jana P烧热的平底锅 开到最大火 等它热了之后 就放了taster进去 转小火 然后转转转 分半钟就可以完 回复七成的味道 不过你告诉他都没用 现在都没有pizza在手 他怎样翻译 那倒是 我们都吃完了 珍珍 你快点充得两年钱 我们带你去吧 我不买 快点介绍 给我识 给钱呢 给钱 给钱 要是你用咸鱼来换 不要了 我不喜欢咸鱼 我们下次带你去做咸鱼pizza 不要了 不要 但珍珍那么乖 不乖 他让我们住在这里 虽然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买的 但珍珍 我怕别人烧了他的屋 那个师傅说明 他们有开班授教 小朋友 甚至四五岁的都可以来 不过那些 手多多的那些 就不能够 他会立刻停止他们 立刻说他们出厨房 是啊 我没够够的 你根本就不乖了 你都不乖 最多下次我们带个老闆过来 介绍给你认识 那 如果你稍后收拾好你的房间 收拾干净的厅 你弄髒的那些 还有厨房 你昨晚吃东西 我今晚就请你去吃pizza 立刻去 我们给你认识的 但你记得要换衣服 你件衣服整个星期没洗了 还有洗澡洗头 你现在很臭啊 快点 很臭啊 你不要这么臭 全身咸鱼味 咸鱼味 咸鱼香水 好啦 你快点去洗澡 我们带你去玩 我们带你去吃 你再不洗澡 人家的洗澡 你就不能做pizza 快点去吧 还快点去 等等 等什么 唉 我们那天 还有一些照片给你看 我们那天吃完东西 还要签名 是啊 你签名都不漂亮 你一定要练好字 所以一会你记得 洗完凉 换好衣服 整理好你的房间 整理好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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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练字 练好你的字 你先好 和我们出去 不要失礼我们 我们现在就化妆 地址在这里 你一会儿去找我们 对 我们化妆先 你等人看好地址 化妆 你还是不要化了 算了 你现在读个地址出来给我听 我怕你不懂 香港 质如冲 分离街 15号地下 质如冲 地铁站 B出口转左 是啊 是啊 这边才是左 其实我的字很漂亮 现在去吧 嗯 你都没洗凉 你都没换衣 嗯 嗯 那 自己带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Alan 今天我们很高兴 继续请到 激心的摄影师 鄭华廷先生 继续和我们说一下 怎样拍漂亮的照片 鄭先生 其实如果 除了上一集说过 在公园那里拍 其实还有没有什么 香港适合的景点 適合我们的比较初歌 去学一下拍照 香港很多景点去拍 现在我介绍的地点 就是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 那地点都很方便 我们坐火车 去到中大落 慢慢走上去 一路走一路拍 即是沿途都可以拍 那边有什么 有些小桥流水 又有些树林 竹林 又有些墙 屋 以我所知 我看中文大学 其实都很大自然 校园都很大 基本上都很多东西可以拍到 不如我们看看 其实有什么地方可以拍一下 好像这张 这个是铁皮屋 我们很多时候拍摄 都用取景 好像蚝蚝 枪也挺有趣 尤其是我拍摄的时候 刚刚是木棉树 刚刚跌了一些花 变成构图很漂亮 地下又红又绿 这个是季节性的 刚刚铁皮屋 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 那里是中文大学 是的 因为它 都比较铁皮 真的 但你在那里找到景点 其实是否也有少少想象力之下 才会 原来这里拍完之后 效果都可以 是的 你要一路走一路看 看到景 这个景不错 配合一些人 女生站在那里 刚才我那张是属于绿色 整个铁皮屋都拍光 事关于我想配合地面的木棉花 又绿又红 一点点很难得 亦都可以关闭 关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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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拍 какие近秀相都好看 还有很多模特势有些披� Hazard 都是在这些铁皮屋 схват 你想摆 burned去 也行 想开心些都行 先更可到一里 还有刚才景都这些很美到较 其实也能做到很多东西 其实在学拍照 其实都很方便 看见这样一个景 起码浪漏你 enedель 到十多兩个 拍照区域 是的 有很多压力的的景 除了貼皮屋還有大自然的景點 應該有竹林,我有沒有記錯? 中文大學 這裡就是 馬雷舞 是呀,我們搞活動 請馬雷舞跳 這個竹林也挺好的 後面沉沉地的背景 襯托穿淺色衣服 製作姿勢 這是竹林 這是另一個竹林 竹林由後面的陽光 我們所謂的背光 其實在這個效果拍出來是不差的 是呀,看起來很漂亮的 這個竹林也不錯的 其實我們拍一些背光 正常我們不會拍照的 就可能會覺得背光不要 其實是否在攝影角度 其實背光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一般來說 拍美女 我們最好拍一些背光 側光 光線都很重要 光線很漂亮 起了頭髮 起了邊光 但技巧是比較深一點的 因為背光 背光 你的人肯定是面黑 後面是光的 我們要找一些 辦法技術來補救 好像用反光板 或者用閃燈補光 這些要慢慢學 慢慢拍 深一點的技術 我們可以看看側光的方面 除了背光 其實也有一些側光的圖 給大家看看是甚麼 這些都是比較邪洋 這是邪洋 側背光 也是竹林 柳樹 拍出來 勾發出女生 我見到 其實主觀就在女生 但其實旁邊的光線 配合得好之下才拍到這樣的效果 這是黃昏時拍的 光線很柔和 配合側光 側背光 側背光 在後面側側的 你看看頭髮全都起了金邊 襯這條橋 這條橋 是構圖方面的 構圖 有條橋襯一襯 如果譬如我想拍場這條橋 但又不想沒有 有時拍得太長的橋 只有很小的 那怎樣可以把兩樣的橋 又可以拍長這條橋 但又可以拍回那個橋 又回不上下大大尺寸 是嗎 你要取決 你要喬 要喬 要有個女生可以長大 變成你要用彎膏 趕角鏡 那女生 就不要放在中間一後 像剛才那張照片一樣 模特兒又大了 然後景色的橋也看完整條橋 我們有一張照片可以拍到剛才我們所說的效果 模特兒和橋也可以一次過拍出來 這只是模特兒? 這就是在橋上拍 這又是另一個手法 這就是拍攝後面的景色 突出了模特兒和燈 我們用大光圈或長鏡 另一個方法拍攝 就是突出主體模特兒 後面的景色就是你們拍攝後 已經拍攝到模特兒 然後就突出模特兒 我見很多影人像照都會用這個方法 對 影人像很多使用這個 鬆後面的景色突出的女生 也有很多女生很受歡迎 她們很喜歡這些照片 突出我好美 後面的蒙 她們的女生很喜歡這些照片 例如我們拍攝的時候 前面的模特兒當然要清晰 但如果前面又清晰 後面又清晰得太 就變得漂亮 但好像失去了少少藝術感 除非景後面很美 很宏偉 通常都會用主角 對 要看環境 環境是漂亮的 模特兒清 背景又要清 要用另外一些裝備 像剛才我們拍攝的鐵皮屋 鐵皮屋那個 那個可以用模特兒清 後面霜也可以 亦都可以拍到鐵皮屋清 當然女生也清 用較小的光圈 收細光圈 景深長一點 變成兩方面都清 我們又可以看看另一張模特兒清 後面就拍攝 有少少模特兒的 就是類似這些 模特兒清後面拍攝 你看這張照片 以為在外國拍攝 事關燈 還有後面的紅葉 在香港很少見 原來我們在中文大學有這棵樹 這張也是 好像在外國拍攝 這些蜂葉很少 在香港 中大就有這棵樹 即是否季節性很重要 是呀 這個就要看季節 這個是秋天拍的 好像這張也是 就是那棵樹 那棵樹就是 紅紅地色 在其他地方很難找到 即是到秋天 第一時間要想起中文大學 因為它的景實在 有紅葉有木棉花 有木棉花 其實很多時候拍照 其實除了天色之外 季節性都要想一想 譬如你想拍雪景 沒有理由夏天去拍 其實季節上是我們要知道的 是的 就是你要了解當地的環境 你看看季節和天氣 要拍風葉的 就要秋天去拍 香港通常我們很多拍風葉 去內地或者日本 韓國拍風葉 其實香港也有 很少的就很少 觀眾要留意一下 這個中大有 就要來這裡拍 其實如果想拍這個 秋天的季節攝影 其實中大剛才看過 那些景色都非常漂亮 其實不僅如此簡單 還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照片可以看一看 為什麼這張照片這麼特別 可能觀眾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我會說這麼特別 特別就是特別在 它好像很普通 其實有點傲備 這張紅色的柱子做背景 其實這是一個艇 如果你要拿個角度 把兩個柱子合在一起 放魔導在中間看 這個角度要很小心地看 走位慢慢移位來看 現在我們把兩個柱子放在中間看 全部是紅色背景 襯女仔在前面 很突出的女仔出來 但是這些角度的問題 就要很小心 還有很仔細地看出來 非一般平時的人 這個艇沒有什麼 我們要慢慢留意 可以拿到不同的角度 背景出來了 對呀鄭先生 剛才比起我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可以拍 和站在牆壁拍攝沒有分別 但原來 剛才 只是一條紅色的柱子 都已經有這麼多學問 今天很感謝鄭先生 繼續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關於攝影的技巧 以及介紹了一個很好的景點給我們 就是中文大學 想知道還有什麼好的景點拍照 繼續留意我們日日好生活